还会挡住这个速度 然后对方拥挡 后会弹住对身体往后带的动作 前手后阻挡开 它可以往后提 接下来我们讲解一下 在这个动作之后 崩点的一个动作 崩点先弹踢的一个动作 这个动作是什么用的 当我冲对方做进攻的时候 对方会挡住 这个时候崩点打击 同时弹踢 再来一起放手 这是一个典型的指上满下的动作 在我们日常的散打 或者躲击中的 或者街头的防身也可以用到这个动作 双方准备姿势战好 那么我们攻 力量攻 实际上是起的 所以 这个动作实际上告诉我们的是上筋下去 它并非是一个简单的招数 而是一种 战队的思路 所以 当我们习惯着战队的思路之后 无论你是用什么样的技术组合 都是可以的 双方对峙的时候 我们两个上弓 起来散 或者是 当对方打拳的时候 坑我们格挡住 一个翻队锤 对方肯定还会打 挡住 这个时候 然后对方护倒 所以这都是告诉我们的一个 战队的思路 唐船呢 是以它的一种 快速的 快速的打击 复合性的打击为特点 上面下面结合起来 前后所有的移动 而且招数一般来说是三招一组 五招一组 所以叫太帝兵发唐船拳有三环 有五环的 它是这样一种打击方式